在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上 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所长 彼得·卡格万加就中非合作发表演讲 会后他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 彼得·卡格万加先生 首先谈及福建与非洲在减评领域的合作 彼得·卡格万加先生提到 习近平主席在福建工作期间 推动建设了全球首个菌草科学实验室 实施了原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 菌草汉道项目 如今以菌草为代表的中非农业交流合作项目 为广大非洲国家带去了解决粮食和贫困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我觉得中国和阿非洲的共同 在国际上的食材和贫困问题 如您知道 阿非洲有60%的亚洲的土地 存在我们的国际上 所以阿非洲是世界的食材和贫困问题未来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真实清澄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毅力观 提出十周年 彼得卡格万加成 十年来在中国和非洲国家领导人战略引领下 中非经贸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双方的合作机制也日益完善 阿非洲国家领导人战略引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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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保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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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日在法国巴黎 举行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上 南非总统拉玛弗萨公开表示 非洲国家对于西方 在新冠疫情期间 对待非洲国家的态度 依然无法释怀 他呼吁平等对待非洲国家 对此彼得·卡格万加 也对西方社会发出强烈的呼声 我们有很多反弱 对于西方国家的关系 尤其是在西方国家 所以西方的首席 阿斯尔拉玛弗萨 说我们需要一个世界 对待的世界 和西方国家的关系 我们需要我们的一家 共产的旅程 互动争人 我们在一起 Wir是在这一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